拍过那么多地方的风景 从来没有拍过我的家乡 今天将我家乡的风景送给你们 一座美丽的陕西小县城 陕西安康十全县 希望你们可以记住 陕西安康十块钱十个球 鞋子 出品 我们老家这边现在不让放天炮了 今天来放个孔明灯 给大家祈福 祝新的一年里 大家都能平安喜乐 开开心心 服老服老 有了 我要点灯了 这就是我的老家陕西 是不是和你们认知中的陕西 出入比较大 可能在很多人 对陕西的印象里边 都停留在那部电视剧 白鹿园里面 但是 陕西的地形 算是比较复杂的 复杂的一种状态了 大家可以看一看 陕西省的地图 整个陕西省 它是处于一个长条状 这个地形被分裂的很严重 主要分为陕北 关中 陕南 三个地区 在陕北地区 地形主要以黄土高坡为主 那里植被稀少 那里的人 柱窑洞 吃面食 其次呢 就是关 就是关中地区 主要以 主要以西安宝基为主 西安宝基那一块 那边呢 没有什么山 处于 地势呢 是那种平原 古时候的中原地带 而最下面呢 就是我们的陕西安康了 陕南呀 总共有三个大的地区组成 商洛 安康 汉中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 它是和四川 重庆 湖北 接壤的 所以啊 我们这边的人啊 饮食习惯 和说话的这种语音 和关中地区 还有陕北地区 是完全不一样的 陕西三个地区 你看陕北 关中 陕南 每个地方 说话 吃饭 习惯 全都不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 我一个陕西人 却说着四川话 住在汉江河边的原因 请记住 我是陕西人中的南方人 不要再一提起陕西 唯一的印象就是 北方面食了 如果有一天 你有机会 路过我的家乡 我们食泉县 可以暂时的停留一下 你的脚步 尝一尝我们县城的 食锅鱼 麻辣烫 烤鱼 好吃得很 还有一些特色小吃 其实作为一个食泉人 我对食泉县城的印象 并没有多少 因为我从小啊 是在食泉县城的 一个小镇长大的 不是在县城长大的 说实话 回来没有太多亲切的感觉 还是比较陌生的 明天打算 去我的家乡 我生长的地方 我上学的地方 我出生的地方 去转一转 拍视频给大家看一看 看完之后 大概再过个两天 我就准备 出发了 开始我新的旅程 记得点赞评论 我们下期视频见 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